其實我只是說大了 事實上有人相信你肯幫你開一個show 原來都不錯 我想對我來說我要去征服這個場 首先我必須要相信自己可以 如果你覺得自己不行 那個台就會吃掉你 最破紅館傳統的就是我做第一個 不穿高跟鞋去紅館的女歌手 而我再深一層相信 你選擇的這兩個小時進來跟我一起看這個show 我會問你會不會挑戰要穿短裙 事實上你覺得我穿短裙 又怎會好看得過任何可以穿短裙的女星 你想不想我換衣服 如果我喪爆煙花你會割椅 一個藝人應該知道自己怎樣運用舞台 這件事其實在《全民造星》我們不斷教他們 這次試我如何經營A組的Lars表演 我可以保證這個show 你一定會拿走的東西是一個很強烈的溫度 臉部的形容 而為我 仍在腦海盆船 像昨天影的照片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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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不是不講 當然有過沒有 不過對我來說 情節會比較複雜 因為無論我們有做甚麼或沒有做甚麼 都沒有辦法改變 我們已經分開這個事情 我不會覺得 好才或不好才 因為我最好才是認識她 心未來死不去 仍舊有你我戰鬥的心趣 就算我們沒有出道 我們沒有出道唱片 我們沒有開始過這條路 那個連結也是一樣 或者我們沒有那麼早分開 我意思是沒有那麼早去 我們要分開做事 你說拆火嗎? 要的 是因為愛 你一開始感覺到不合 你才會後來有一個明白 例如我們的音樂取向很不一樣 他進步得快過我很多 他根本已經是一個很稱職的製作者 他自己做自己的音樂 看別人的東西 看一件事的美感 細節 這些全部都是一個藝術家 一個音樂人應該培養的東西 因為我長期向一個 小時候但要追趕腳步的時間 因為我根本不會救我身邊的人 我亦不救身邊的人走得快 我亦有自己懶惰的時候 好的 忠野會是會贏的 恭喜林二汶 我想我坐在一個台上 下面很多年了 我是01年開始出唱片 今年是2021年 我覺得這個獎 對我來說是最不可能的事 我很開心今次得到這個獎 我當刻覺得 支持我的人 可能一直 不知道會不會感覺到這麼孤獨 因為我從來都不是一個潮流 我會得到你 然後有一個洞口 甚至不宜 eff情報的 我會跟你們